歡迎來到本週的CAMELA GAMU 本週是我們第八集的速看你的新的 算是幫上一集做一個收尾 今天算是蠻精彩的一集 這一集有大量的交錯 我覺得非常非常是好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本週的一個故事吧 承接上回 男主發現除了自己以外 還有其他人在保護人類 但兩方並沒有表露身份 同時男兒也首次遭遇幹部等級的人物 男主解決畫廊組後 將女藝術家放了出來 但多次的經驗 讓他在側邊解除變身後 才假裝路過詢問為何他在這裡 男兒這由於近乎剛出身的他 根本不是大姐的對手 無論如何射擊都會被擋下來 打得滿地找牙 沒想到人類裡面也有這麼頑強的傢伙 這時男兒看對方在廢話 就一拳上去 但完全沒有用 對方也不玩了 直接發動臭必殺機 鐮刀瞬間打在男兒的臉上 一腳直接把他踩進牆內 要是以為能打贏我 你就太天真了 這個怎麼跟平常的差這麼多 男兒說完後就昏過去了 男主將女藝術家帶回去 奶奶上前關心說 巴林呢 女主這時也出來迎接 奶奶看到頭被破了一聲遊戲嚇了一跳 男主也幫女藝術家解釋 應該是被貨物抓了 所以記憶非常模糊 下午公司內 洗完澡的女主只在跟男主閒聊 女主覺得襲擊女藝術家 跟襲擊她閨蜜的已經是同一人 男主想說再講下去可能不妙 直接打岔說 幸谷小姐 今天怎麼會全身都是油漆啊 但對方只是說不小心的 男主也說 這麼厲害的幸谷小姐 偶爾也會這樣啊 原本笑笑的女主 突然臉上僵住了一下 離開時 眼淚落了下來 我真靠不住 另一方面 男二正在詢問博士 他們竟然可以編成成人類的樣子 要怎麼區別 博士也反推說 基本上外貌應該是看不太出來的 畢竟他們應該是可以自由變化 但有一個 他們沒有辦法隱藏的 就是他們的肚子 有嘴巴 這時男二衝過去掀開來 發現什麼都沒有 治了一身 敵方基地內 正在展開公司會議 沒想到竟然有阻礙進貨的人的存在 被問責的雙不呆立刻說 我們也不知道 誰知道紅色的嘎吾竟然有這種歷練 可是大姐說 他遇到沒有這種東西 眼看不小心說溜嘴 大哥開始問責 既然知道不跟我說 你們被開除了 等等 哥哥 今後的進貨就交往我的特工處理 你還如不 為了對付紅色嘎吾 強化一下兼職的改造 我會給你預算 說完後就離開了 大姐打氣了說 真可憐啊 就算你們被開除 也是我們可愛的弟妹 隔天 男主正在執行打掃的工作 這時突然有客人來訪 是男二 你怎麼在這裡 工作 你是在詢問假面騎士的嗎 男二突然慌張一下 說是在找報導上 失蹤的畫師相關的畫廊主 但畫廊主已經在上次被男主解決了 可是男二 還是隨著那天 疑似的護照找了過來 男主為了不讓男二 捲進砂糖的事件 慌張的收下護照後 就以身體不適為由 想請男二離開 但所有的線索 只是在這裡了 所以男二開始在這裡蹲守一整天 直到男主們離開 這時一名外國人找了上來 晚上公司內 男主終於成功 學會打蛋 這要跟女主報喜時 很明顯心不在意 這時男來突然找了過來 男來是來道歉的 因為男藝術家承認自己破女主油漆 一直想道歉 但女主只是說 自己是想鼓勵他 但他也不經過大腦而已 因為從小在鼓勵別人時 都太用力 所以蠻多人對自己說 你不明白我的心情了 可能是我都沒有遇到什麼苦難 才會沒有辦法體會吧 但奶奶跟男主反駁說 我們都很喜歡你為人著想的心 男主也拿出自己的日記 代表女主的成果 女主聽完後開心的哭了出來 隔天男主們來打掃時遇到男二 男主以為他是來跟蹤女化師了 但這時一名外國人出現 男二直接把他們拉走 說明到感覺那個人應該是怪物 感覺是要來抓男藝術家 畢竟之前發生那樣事情 感覺非常有可能 但女主也提出說 要怎麼樣才可以完全確認 男二說基本上 他們的肚子都有一個嘴巴 男主聽完後快嚇死了 可是直接拖人家衣服也不對 這時男主看到眼前咖啡 端過去時故意打翻 誰又將對方衣服掀開 沒想到真的有 對方也不裝了 直接變身快速逃走 男主也男二衝得過去 男二率先追到 直接變身進入戰鬥 男主到達時只看到瓦倫在戰鬥 轉角處變身加入戰鬥 男來家男化將經歷過兩側的失敗後 開始情緒失控 女主本來想要上前安慰 但想到之前的事情不敢動 可是眼看對方要毀於一旦 鼓起勇氣的說 錯的人不是你 錯的是那個人 誰又拿起一桶遊戲衝得出去 男主這 由於是二打一非常輕鬆 瓦倫看到機會 就直接使用必殺技 將對方給打爆了 可是這時對方突然出現在另一個方向 並表明自己是不死之身 男主不信邪 再使用一隻必殺技 但依然對方消失 再從別的地方出現 正當不知所措時 女主出現 直接破了他一桶遊戲 開始對他進行口語輸出 這時瓦倫也藉機 發用大招加那個擊敗 可是下一秒又再出現一隻 但男主發現這次的怎麼沒有遊戲 開始四處搜索 發現剛剛在遊戲的那隻 正在製作複製體 男主直接將兩人給射了出去 對方眼看藏不了 將分身解除 化為大量小魚乾 開始如同海嘯般起來 男主為了讓瓦倫 可以再增加射擊範圍與速度 直接再造出一把白巧克力槍 並且讓自己變成為雙槍型態 開始利用巧克力的黏性 與擴展性開始大量掃射 小魚乾群也不堪重負全部瓦解 所以兩人一起放 必殺金將怪物給擊敗 結束後 男人跟一行人道歉 男藝術家也過來 道歉 將女主最喜歡的一幅畫 送給他當了陪禮 三人走在夕陽下 難得可以看到假面騎士 為什麼你們都不在了 兩人只是說更丟了 男人也提出 假面騎士不用再找了 一方面是因為自身就是假面騎士 另一方面是因為真的太危險了 時候在三人的打鬧下 故事結束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卡面騎士的嘎吾 第八節目 算是將第七的那種做一個收縮 但整體的這集的重點 絕對就是在於 家族那邊已經意識到 男主可能還活著 而且同時間 覺醒了紅色的嘎吾 因此下一步會出現什麼敵人 還不知道 怎麼要開始進入主線 畢竟這集大姐也 手勢進入交鋒的一個狀態 沒想到可以這麼這麼強 直接把我們瓦倫壓在地板上 OK 再聊到這個之前 我們來一下新的人 富豪也跟大家小聊一下 基本上這集就兩個點 但第一個點跟第二個可以一起講 就是敵方已經知道男主的存在 而且還知道他有活著 但同時間也知道 有另一名使用眷屬 但並不是他們家族人 而且同時也知道 人類方面應該也是開發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道具 因此他們這次做的主要任務 就是強化那些兼職 雖然他們沒有明講 但剛好他們這些輕視 也給男主他們很多的機會 畢竟男主下對於他來講 跟男兒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沒差多少時間 真的就是跟剛出生的人一樣 並沒有過槍的能力 雖然說雙胞胎比較忌憐一點 但說實在我覺得 以下狀態講雙胎可能活力全開 應該是可以把男主給打倒的 或許啊或許啊 就是因為礙於可能這樣 反倒是哥哥他們 對於男主這樣 之前是手下敗將完全是不在乎 所以這個話 也給男主跟男兒充分的時間 然後可以慢慢訓練慢慢等級 雖然這樣聽起來 就是壞人一開常態的輕敵 但總是要這個機會 就是要稍微小讓一下 不然男主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因此今天的話 大概只有這個點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呢 下禮拜又來到萬聖節 而且終於是萬聖節的話 可謂是男主的一個主場 好不好應該是蠻精彩的 畢竟這次可是用軟糖 所以大家就稍微期待一下 ok吧 好下四天的話 最後留給你們 大家可以稍微笑聊一下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小的情報 在我們下見 掰掰